接下来那个是娱乐圈的一件喜事了 那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姚晨是怀孕了 可是过了育产期孩子一直没有降生 媒体呢就看到姚晨呢只是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 对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姚晨去医院做检查的照片 一脸的幸福 让大家感受得到他即将做妈妈的喜悦 7月15号姚晨终于住到医院里去了 下午的两点半他老公曹玉呢还带着相机去到了医院 肯定是要用相机记录下宝贝 生产下来的珍贵的瞬间 我们的频道也在现场来看他发挥的报道 就在我身后的这栋楼的二楼产房姚晨就在这里待产 我身后的这些媒体其实下午两点就已经过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由于安保严密 当天所有媒体都只得冒雨在医院门口等候 据悉这家私人医院服务一流价格自然也不菲 而姚晨选择的VIP套餐产检与顺产费用合计更是高达15万元 王菲 娜英 李小璐等女明星都曾选择在这家医院生孩子 赵薇在拍摄至青春时还曾在这里取景 医院戒备森严 媒体不得入内 而姚晨的母亲和几位工作人员虽匆匆出入 但都神色紧张 不肯透露任何信息 今天会当妈了吗 今天会 好 姚晨